今天的人氣話題來關心 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 最快可能會在今天 生成為今年第20號颱風談美 目前它持續往呂宋島的方向前進 預估週四可能會偏北或是往南海移動 而氣象鼠預估週四到週六 是最接近台灣的時間 預估到時候的強度可達清台上限 但如果路徑再往北一些 有機會碰觸到台灣海上的警戒範圍 氣象鼠也不排除發布海景 台北一早飄起毛毛細雨 這週後期北東地區更要留意 颱風動態帶來的天氣變化 氣象鼠預估為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 熱帶性低氣壓TD24 最快在週一生成為今年第20號颱風談美 預估持續往呂宋島前進 週四北轉的角度 將會是影響台灣程度的關鍵 屆時路徑可能偏北或往南海移動 但目前預估已朝南海移動的機率最高 週四到週六最接近台灣 預估強度可達清台上限 它往北一點點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碰觸到海上的警戒範圍 也不排除有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可能 我要提醒大家 這個颱風它是不斷的累積持續的降雨 是會有排水造成的影響 特別是在宜蘭地區 天氣風險分析師吳勝宇指出 歐洲系及預報路徑 大多都從北轉改成西境 主要是因為後方有另一個擾洞 當發展的預測越明顯 會讓安行場東側的高壓更往東退 導致熱帶性低氣壓缺乏北上的引導力量 另外有氣象粉專表示 如果經過旅松陸地之後 再進入南海海域 比較容易跟東北季風產生共犯效應 造成北部東北部持續降雨 提到準台美颱風 在23年前也有個同名的颱風 在2001年7月登陸台東 雖然是史上最小暴風圈 當時卻釀成了高雄 發生1977年來最嚴重的水災 這回準台美颱風的發展 與走向各界也密切關注 接著李蘇伊徐兄明 台北採訪報導 中文人特朗